520就職大典倒數計時 主舞台設計 以民間信仰的建造為概念 喜鹊站上了梅花的樹梢 洗上梅梢 梅花也是我們的國花 紅色的剪紙圖案彰顯喜氣 廟塔 三太子 圓山 台北101 網絡各種台灣元素變成圖騰 博振大教授陳芳明 在臉書批評很醜 說總統就職大典的看台設計 讓人看不下去 因為和之前比較 馬英九舞台國旗的概念 設計簡約 呈現紅藍白三色當布景 營造大團結的氣氛 陳水扁就任時 雖然沒有多設計 以簡單保守為主 不過三人的共同點 就是都有國旗 以經費來看 蔡英文的就職慶典 編列4131萬元 陳水扁連任花了6985萬元 2008年時 馬英九實際花費3984萬 2012年連任不超過600萬 連煙火都省了 就職風格見仁見智 民眾關心的是就職之後 生活會更好過嗎 記者綜合報導